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我们一起来探讨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第四十一餐的摩耶夫人 那我们已经上一个单元有介绍了摩耶夫人的这个部分是善财童子 他就是到了要去寻找摩耶夫人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先遇到一位保衍主成神 然后这位主成神,他就是为他教导了三十种怎么样子来守护自己的心、成的法门 就是能够守护或者是庄严或者是增长、兼顾我们的这个心 所以就是要用种种的善法 从不贪一切生死境界,还要能够听受一切佛说法 那也要有这种慈悲普及一切世间的这样的善心 那能够舍离一切所有 然后这样子的三十种的法门来守护自己的心 所以他称作主成神,主要就是要守我们的心城 那这个是他先遇到的一位就是摩耶夫人这个地方呢 他碰到的一位天神 那后来呢,又碰到一位身众神跟妙花光明无量诸神 那这些诸神呢,他们都住在这个虚空中 那由他们呢,就是在这个空中里面呢 就是用这个妙音声来赞叹摩耶夫人 而且呢,他这一位身众神 他就从他的这个耳当就现出光明 那围绕了这个法界以后呢 就照耀到善才童子的这个头顶 然后让善才童子呢,他能够见到十方一切的佛国土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没有见到摩耶夫人之前 先遇到这两位呢,也等于是善之士 先教导善才童子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要接着呢 来继续介绍善才童子 他还没有见到摩耶夫人之前呢 还有一位是守护菩萨法堂罗刹鬼王 所以这一位呢,等于是护法 他是鬼王,是罗刹鬼王 本来是很凶恶的 可是呢,他就是用他的这种 很强烈的这种个性呢 是来做护法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继续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说,也这么长久以来啊 就是在随着善才童子的这种参访 善之士呢,其实也就是在让我们知道 大菩萨的精进求佛 还有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种悲怨啊 还有他们的智慧种种 那我们每一个善之士呢 他都有他自己特殊的法门 那所以善才童子去请问这些善之士的时候呢 那每一位都是把他自己所专修的法门 教导善才童子 所以一般呢,我们说在谈善才童子的时候呢 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觉得是一个小孩子 那也精进学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那每一位善之士呢,因为他们的大菩萨的境界 有这种神通变化 那都是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好像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我们呢,也把它当作是开我们的眼界 不过里面呢,就是也有能够符合我们众生的这种 这种阶层的一种对峙法 那这一些呢,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确实去学习的 因为这个部分等于是善之士讲到他 怎么样子教导众生的时候的这些法门 那除了这些呢,就是这些大善之士的菩萨境界 那那个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 我们不可以,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啦 不过那个呢,我们也要把它当作是有这样的境界 只是我们还没有修正到这个境界 那如是听闻,然后如是思维 来开展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性 那我们知道说 那其实呢,我们一直都在意的是 我们的这种世间的这种人事 种种的这些的这种问题啦 那这些我们又再加以我们自己的 贪生吃的这种分别烦恼的话 那我们的心呢,就越来越小 就好像被这些事情就绑住了 那我们的心也开展不出去啦 那所以说,我们学习了善才童子的这样的精神 还有由他所参访的这些善知识的教导 让我们的心呢,至少我们就是 从我们平常在意的这一些的烦恼对象里面 我们可以培养要把它就是出离 脱离这样子的这种烦恼束缚 那尽量能够开展我们的心胸 那打开我们的心眼 那这样的时候培养我们的心的量 我们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在强调我们呢 不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我值 然后呢,要尽量能够培养我们开展的心呢 就是菩萨的这种宽广的这种悲心 所以说,我们要学这个菩萨法门呢 实际上也就是要我们了解到能够发菩提心的内容 实际上呢,就是在培养我们无量无边的菩萨心 是这样,所以从我们一般的这种世间法里面呢 我们也要培养一个我们能够符合这种菩提心的一个契机 就是说我们的能力不够 可是呢,我们有像大菩萨这样子的一种悲怨的心呢 就是说,那如果人家有需要我们 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说,那我来试看看 而不会说马上就拒绝 那那个就是一个菩提心 一个菩萨心的这种出发点 他说我的能力不够,不够我试看看 我就是尽量 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发心 这就是发心 那比如说,我恐怕不能做 那我们说,那我试看看,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跟我们的这种,我们的程度 那我们自己的这种 所达到的这种境界 就是能够有一种提升的一种机会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 就是学习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这种过程 我们心里要有一种 就是一种思维 就是说,我们要向善才童子学的 是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一方面要发起 我们要求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能够鼓励自己去行菩萨醒 这样的一个动力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要能够学习善知识的 各种的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法门 是这样 那在这个华音经的五十三餐的善知识呢 他们的境界很高啊 恐怕我们也还学不到 可是世间里面的善知识 我们可能就要多观察 那即使是我们互相的平辈之间呢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别人的好处 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长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看人家的好处的时候 就有得学习 是这样 那这些呢,是我们可以运用的 那我们就做这样子的一个会通 就是让我们自己在学习善才童识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程度 能够达到善才童识的精神 有哪一些可以契机的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看 这个下面的经文 就是善才童识又遇到 这个守护菩萨法堂罗刹鬼王 的这个内容开始 那我们来称念佛号 跟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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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所以经文就用识 这个识就是指着那个时候 所以佛经里面 每一部经一开始 这个就是欧难尊者 他先说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他那也有用一时的 那这个时是指的当时 就是要叙述的那一件事件的那个时候 所以他不用说是几年前 或是在什么 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时间恐怕是很久以前 那只是就用一个时来代表当时 所以就是善才童子 他离开了这个僧众神之后 他又碰到了这一位 守护菩萨法唐罗刹鬼王 他的名字叫做善眼 前面的这个主成神的名字叫宝眼 那这位罗刹鬼王叫善眼 那通常在佛经里面 就用眼除了漏眼以外 就是代表我们能够理解的观念 所以说佛有无眼佛眼 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说佛有没有漏眼 当然有 有没有天眼 有没有慧眼 有没有法眼 有没有佛眼 所以除了漏眼我们看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五官之一的漏眼 它是物质性的 可是漏眼是物质性的 也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眼睛所对的这种对象 就是看到有物质性的色 那这个是我们眼睛的对镜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对这个外境的了解的能力 那就是有天眼的话 就可以看到 就是因果啦 看到这个 这个人的术士啊 这一些的 那这些就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那再进一步又有慧眼 慧眼呢又可以看到 一切诸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空性啊 它本来是没有这种实质性的 然后再来又有法眼 又能够看到一切诸法 它的真实的现象啊 那再来又有佛眼 又能够看到一切众生啊 原来是平等的都有佛性的 所以能够起这个慈悲度化的心啊 所以这个等于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能力提升的 我们的观念看清楚了 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说啊 每一个人他自己本身的程度是什么 就是以他的观念见解为做平派 我们说啊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从他对事情的观念 他的理解来看他的程度 是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我们要学习 也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见解 那提升的见解 知见 在佛法里面就叫做知见 要正知正见 那正知正见就是要 看到一切诸法它真实的现象 那就是啊 如果有一件事情 那不只是说 这个人做这件事情是好或是不好 而且要看到这个人 他原来是有这样的背景 他有这样的因缘 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人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呢 那他还有过去世 还有他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啊 他的术识啊 这样 那如果这个人 他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这种 因缘 然后让他做这样的业 那他如果还有机会 他能够改善 然后呢 就是在 就是学习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也可以变好 那所以说 这样子的时候呢 法无定法 就是他虽然现在不好 那他还是有机会可以 学习向上 那我们也还可以再修福修慧 是这样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来看这个世间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就变成是 我们就有慧眼有法眼 是这样 就是看待事情 我们就超出了自己的 是说 他做这件事情 我很讨厌 我不喜欢这样子 那当然有这样子的 他现前所做的事情 的因 会有他的果 他会有他的 夜报 是不是 那是有的 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 对自己有影响的 那我们自己如果在这个里面 也有贪身吃 这个里面 我们就有贡业在那个里面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调整自己 他做了这个事情 那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要怎么样子做的 我们有能力 我们可以劝导他 我们没有能力 至少我们不要对他生气 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眼 来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当然 这位罗刹鬼王 他叫做善眼 那表示说 他本来是罗刹的鬼王 本来是人家看的都怕的 可是他的名字叫善眼 这表示说 其实呢 他的心都是善的 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 我们就看到很多 就是一种不思议的境界 就是说 那我们看到这个人 本来看起来很凶很恶 可是他学佛了以后呢 哇 他开始呢 他的这个见解都是好的了 那他就是叫做好心人 好心 那也就是好眼善眼 是这样 所以他是守护菩萨法堂的罗刹鬼王 那么呢 他也有很多的眷属 有这个 一万个这个罗刹 小罗刹 这罗刹也有大的罗刹 罗刹王 那小的罗刹呢 就是他们是同一类的 那么他们呢 就是围绕着这一位罗刹鬼王 那他们也住在这个虚空里面 所以他们也是一种 不是我们的人的这些有物质性的 他们的物质性是比较 就是比较唯妙的 所以是属于呢 是可以在虚空中 那这个是唯系的色 唯系的物质 那他们见到善才童子呢 就以众妙花 善在善才童子上面 因为他们看到善才童子 就知道善才童子是一位菩萨嘛 那他要参访每一位大善之士 所以这个虚空中的这些鬼王 实际上呢 他们也算是就是护法 所以他们本身呢 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说无形的部分呢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念 看到我们的心念 那我们有物质性的 就是一般的人用肉眼的话 我们看不到人家心里想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他心通 靠他心通才知道 可是他心通知道的话 并不是佛教的目的说要了解人家的心 最主要是因为 他已经震到那种超出这种物质性的 所以他可以感受到人的那种心念 是这样 那实际上人的心念应该是可以互通的 只是如果我们执着这个物质性的 我们的那个能力就越小 所以神通神通 基本上是要打破我们对这种物质性的 这种执着以后 那加强了我们的心的能力以后 那就自然就有这种超出的这种能力 叫神通 叫神通 靠我们的神是来感通的 叫神通 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一些罗刹鬼王 他们会为善才童子来善化 就表示他们也看得到善才童子是好的 是善良的 是菩萨的 那他们就跟善才童子 就告诉善才童子 是这位鬼王 他等于是这些罗刹的首领 他就跟善才童子说 他说善男子菩萨成就死法 责得清净诸善之士 因为善才童子要去寻访摩耶夫人 可是他还没有找到 所以他心里就是在那里 他第一 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他的心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去哪里找得到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一个间 就是保衍主成神示献给他 然后再来生重神也示献给他 然后现在这位守护菩萨法堂 罗刹鬼王也示献给他看 然后也告诉他说 你要能够成就死法 你就能够清净诸善之士 那这个十个法门 就是第一个 要心要能够清净离诸惨黄 就是我们的心要能够清净 就是为什么佛法一直强调清净 他清净的是什么呢 要清什么 要净什么 就是要清净我们的这一些 以我为主而起的这一些的贪生吃烦恼 为什么佛法一直要说 要没有贪生吃烦恼 因为基本上的贪生吃烦恼是以我为主 以我的主观的喜好 或者是讨厌厌恶恶为主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世间的客观的评判 就会有障碍 所以这个部分的清净呢 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没有这一些 我执的这一些烦恼 那而且呢离诸惨黄 就是没有这种偏离 惨就是不识的 就是你以为要 要过度的去修饰这个 这个现象 或者是狂呢 就是特别的要标榜自己 没有这样的心呢 那我们的心 才能够真正的如实呈现 那如实呈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善知识的好 我们才看得到 那不然的话 我们连善知识都 没办法认识 那怎么能够清净善知识 那第二呢 要大悲平等普色众生 那这个是 我们自己本身呢 能够有这种 要能够饶益众生的心 有这种悲心 那我们才能够跟善知识 能够契合 因为善知识就是要 能够利益众生的 要能够对众生起悲心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 才能够跟善知识的 这种境界相符合 那才能够清净 那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的心 是不想要慈悲心的 那我们看到善知识这么慈悲 可能我们也会起烦恼 我们说 哎呀那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 要这么辛苦去度化众生呢 那可能我们也会 这个是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有道菩萨 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才能够真正的清净善知识 是这样 然后呢还要知道诸众生无有真实 因为要清净善知识 等于就是要清净大菩萨 那大菩萨就是要以度化众生为 他的心愿的 他的事业的 那所以要对众生能够起悲心 我们就要看到说众生没有真实 所以这一点呢 就我们刚刚说的说 我们要看到那众生呢 实际上他种种的境界 都不是绝对不能改的 是这样 所以就叫做说众生没有真实性 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就是看到诸法都是如幻 如画 他都是会改变的 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这样的时候 也要培养自己 如果我们看到有很讨厌的众生呢 我们不要太执着说 哎呀他就是一定是这样 我们要想到说他也会变 他没有真实 因为他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众生呢 是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自己的贪生吃的烦恼执着了 是这样 那如果他真正能够学佛了 然后他自己也看到他自己本身的状态 那他改变了他自己本身 就不是我们现在讨厌的这样的众生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真实性 是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也培养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才能够清醒说 善知识他能够这样子度化众生 那他一定就是没有把我们这样的众生 当作众生来看 所以佛眼里面所看的众生都是佛 是这样 这个部分 那我们用这样子了解的时候 那我们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我们也要看自己的这个众生性 能够看到自己的众生性不是真实的 那我们就要改变自己 那我们看别人的这种众生性不是真实的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包容别人 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读读经就是这样 因为经就是佛的境界所说的 那一方面可以对峙我们 那一方面它是让我们就是学习提升 那第四呢 的这个成就菩萨法 就是要去一切智心不退转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目标要高远 我们是要学佛就是要能够求一切智 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在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文师修文师修 那我们现在能够接受的 我们来学习 可是呢 我们的究竟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成佛的智慧 是这样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就是 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自己的程度去接受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说 那我现在学的这个是不是佛的智慧 如果不是我就不学 那我们的能力不够 那怎么样子学得到 那是去去向 那我现在能力我们能够学多少 我们就学多少 那只要是不退转 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都要这样子努力去学去突破自己 那要达到一切智才能够真正圆满 那实际上我们从《金刚经》里面所读到的 也就是说佛也没有说他有证到佛 他也没有说有佛可成 也没有说有这个法可成 可是那个是因为佛已经到了那个境界了 他看到说原来到了最究竟的时候 也还是不能有执着 是同样的一个精神贯彻到底 所以以佛的智慧来说 他所证到的那个境界也不是真实的 那那个时候他要安住在那个境界里面 可是他也没有执着 那就表示说所有我们的智慧实际上 就好像我们吃饱饭一样 吃饭了我们肚子饿要吃饭了 可是我们也没有把这个吃饭当作最终的目标 因为像我们吃的早餐还要吃中餐 那有的还吃晚餐 对不对 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吃 还一直每天都在吃 因为他吃了以后他就消化了 那我们吃饭是不是很精进 我们吃饭很精进 一直都在吃 那如果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 为什么我们吃饭都不会厌 就不会生厌恶 就不会说我今天不要吃了 明天也不要吃了都不要吃了 不会一直吃到底 我们也不会觉得不想吃 我们学佛就会觉得 为什么还要再学 我已经学很累了 我学很久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就不知道说 那学佛也是一样 因为学佛是我们的精神思量 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学习 心法的学习 也一样要一直在精进 不退转 一样的 所以我的师父上讲 校园法的他在五官堂 他就写说 当愿众生 得饮食如得智慧 是这样 我们每天都要吃吃饭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以吃饭的这种心情 来求智慧 是这样 所以就求一切子 心不退转 那还要呢 第五呢 以信解力普入一切诸佛道场 那信解力 就是我们要有绝对的这个信心 要能够到一切诸佛的道场 那就是前面是一切智 是智慧 那一切智的道场呢 就是我们真正成佛 是这样 就是称作道场呢 就是哇 真的是正道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是这样 那绝对要有这个足够的信心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最怕的就是对自己不信任 我可以成佛吗 那我这样子差啊 可不可以成佛 那当然我没有信心 我现在是因为我不明不白 我们过去不够精进 那所以我们现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是要慢慢 要赶快去学习 那绝对相信说我们也有佛性 我们照正确的方法 我们也还是可以成就 是这样 那有这个信还要解 解就是要真正了解佛所说的道理 那去实践啊 所以信解力啊 所以说在净土中里面说 我们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要信愿行啊 对不对 所以信是一切功德道元母 是我们要有信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啊 那没有信的话 那我们没办法起作用 也不会有动机的 是吧 有信 那为什么佛这样尊贵 我们是这样子众生啊 那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推动自己 然后呢 真正去理解佛所说的道理 然后对着自己 所以这个解等于是我们的思维力 那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能够接受 然后了解 那用在自己上面 所以有力量 就是能够行 所以信解力 就是等于是文思修 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那然后到真正成佛 就是在道场正佛的这样子的境界 那第六呢 得尽慧言了诸法性 所以这个呢 就是慧言 我们刚刚有谈到的这个五眼 肉眼 天眼 法眼 慧眼 慧眼 除了他的体是空以外 那么每一个法 他还有他的因缘作用 那这一些呢 乃至能够行菩萨道的 那这个就是要能够有这个慧眼 慧眼 那这样的时候也才能够清净诸善之士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让我们呢 就是说要能够已经 要出离我们的这种 众生的这种烦恼的执着了 那第七 大慈平等普复众生 这个等于是对应 刚刚的第二 大悲平等普色众生 那这边是大慈平等普复众生 那大慈呢 我们说慈能与乐啊 悲能拔苦 那所以 以大悲来说呢 是普色众生 就是看到众生的不好 那可是还是能够色受众生 包含众生 那大慈就是要能够给众生 所需要的 所以普复众生 那这个是经文里面呢 也是很维系的这样子的一种文字表达 那我们就是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文字上面 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第八呢 就是以智光明 扩诸妄境 就是用这个智慧的光明啊 来去除我们的妄境 就是我们 有六根对的六境 眼耳鼻舌身 一对的色身相畏触法 那我们所看到的 基本上呢 都是表象而已 那由这个表象里面呢 我们就有自己的这种六四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由我们自己的程度 所建立起来的对外境的认识 那这些都是妄 那这些都是妄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这种 诸法的实际的状况 我们只看到 现前 它的一个像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 这种认知作用 来作为对外境的一种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众生都在为世里面 就是为世所现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世 认识作用 我们的程度 就是把我们的认知 就是把它局限性 是这样 那所以呢 要培养智慧 它就是一个光明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慢慢 把我们看到的这个境 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认识作用呢 就会把它呢 造得更透彻 这个时候就打开了 我们的这种妄 我们的这种妄境呢 我们就会以为它就是 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认知 就是把它当作真实的 就绝对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也算是一个 我执 跟法治 执着在这个上面 可是如果我们培养了智慧 那智慧怎么样来呢 我们的智慧呢 就是 好 第一个 我们 还是要归到佛法的界定会 三无肉学 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行为规范 能够约束了 那至少呢 我们没有制造多的动乱 然后呢 我们的心 去向安定了 那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观察 一切诸法的真相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定的时候 就像一盆水啊 那里面都是泥巴跟水搅在一起啊 所以整个的水就变成泥巴水 那我们的心 充满了贪真吃烦恼啊 我们就看到的都是烦恼 就看到别人 我们也是烦恼 那如果我们的心安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 这个人啊 他为什么会做过这个样子呢 他也是贪真吃 是在那个地方 那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会 跟他就是对应起来啦 那所以他也乱 我们也乱 就大家乱在一起 那如果我们心间安定的时候 他乱他的 那我们自己本身不乱 那又可以观察说 他的这种所作所行是 什么原因 是这样啊 所以真的是学佛 是真的是智慧光明 让我们看到自己 而我们就是一直听一直听 听这些的佛法的道理呢 就要让我们起思维啊 所以我们闻思修 思维以后 我们也要来修的时候就是啊 下一次我们自己的心 有这些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反省一下 然后我们自己也本身要按照界定会 那这样修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些诸法的这种情况 我们自己先安定了 然后看得到对方 看到一切的这些的现象 那时候就有智慧了 如果我们没有界定 那一起都在乱在那里 那那个是 那个是大家都按 都是昏暗 那就是乱在一起 没有智慧 那时候就没有智慧 所以 要以智光明 擴诸望镜 这个擴呢 就是能够看清楚 然后呢 看到这些镜呢 都是望 是这样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不会让我们自己啊 被这一些的这个望镜 就是困住了 是这样 那第九呢 就是以甘露语 笛生死日 那能够用甘露语 来敌 敌就是洗清了 或者是可以说 敌档了 就是消除 消除生死日 我们用甘露语呢 就等于是 我们有得到佛法的滋润 有得到佛法的滋润 然后呢 我们就是有智慧 而不堕在生死轮回里面 所以 第一个 这个 保元主成神啊 他也教导 善才童子 第一个守护新臣的法门 就是不贪一切生死境界 不贪生死境界 就是 不要在生死的境界里面 此执着 那生死的境界呢 就是我们有贪 有称 那这些贪跟称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愚痴 无名嘛 我们心里无名 对我们的这个境界呢 不清不楚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喜欢就会执着 去贪求 那 反过来呢 就是不喜欢讨厌 讨厌也是一种执着啊 我们讨厌一个对象也是一个执着啊 我们心里就是一直想的就是不是喜欢的就是讨厌的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心啊每天过念的是什么 都是放的喜欢的不然就是讨厌的 那所以这些呢 就是让我们的心啊 就会有生死 因为我们既然有喜欢 那我们就会追求到底 那有追求到底那就是生嘛 那有生就会有死啊 那讨厌的也是一样啊 我们讨厌有称的对象啊 我们的心也是执着的那个讨厌的对象不放 那不放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生啊 因为我们去寻求这个讨厌的对象 我们跟着他 所以我们一直跟着他在生 生这个讨厌的心嘛 那有这个生呢 就会有死 所以有生跟死就是轮回 所以做一样的事情 那就一直在轮回里面 这个是我们世间的贪生吃的有违法 那我们如果听闻佛法有干露水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贪生吃啊 实际上就好像是热闹一样啊 因为他让我们的心啊 执着不放我们那个心是很烦恼啊 那那个时候呢 不止我们的心啊 就是非常的挂意 然后我们的头呢 也是头昏脑脏 就是好像是发热一样啊 所以听闻佛法 用佛法的这个干露呢 就好像真正的这种清凉语啊 还会把我们化掉那种贪生吃 化掉的时候那自然那个热闹就消除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医学呢 实际上也很进步 也对我们有很好的帮助了 就是让我们了解说 实际上现在医学说 人不能生气啊 多烦恼多生气的人呢 第一个不长寿 第二个就是长生病 第三呢 他容易就是发这个就是高血压啦 或是这个是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 就容易呢 就是能够阻塞 是这样 他生气起来呢 基本上他是在物理性的 的这种反应呢 就是制造一个毒气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有一个母亲啊 她在喂这个婴儿啊 喂奶 结果呢 不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啊 她就很生气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在喝她 她的奶的呢 就被毒死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了 那这个呢 是表示说 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身体里面都充满了毒气 是这样 所以那反过来 一个人如果都是比较平和的这样 那应该就是 身体比较不会有状况 那当然 这个也不是说完全绝对啦 那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 自己本身也不一定一样 那有的人呢 那有的人呢 他就是体质容易多病 那有的人呢 他体质本身就是很少生病 那可是这个也并不是说 他就可以生气啊 那生气久了 那还是 再好的体质也会有差 偏差 那第十呢 就是要心 常随顺诸善知识 所以这十种呢 就是这位守护菩萨法唐罗刹鬼王 因为他已经是护菩萨了 所以他名字叫善也能 他教导善才童子 这十种能够亲近善知识的 这种成就菩萨的法门 是这样 那其实这样的话 这位罗刹鬼王呢 他也很会说法 他也能够教导 他也是一位善知识的 就等于是 大善知识前面的 善知识 所以我们 就先介绍 这一位罗刹鬼王 跟善才童子所说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就先 这个单元到这里 那我们做一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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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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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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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Shakya Munibhaga Vakata Kinchroni Hargato Bala Viriya Sambanggei Tamsuka Tamsara Nathamupemi Tamsara Raga Viraga Baneja Masoka Kang Memasang Tata Mapati Kula Maktura Minamp Paguna Subi Tatak 神文字幕——YK 伴 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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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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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